35 月間 MQTT 是跟之前一樣的 就是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原則上 MQTT 基本上就是 我們物聯網 他的通訊協定封包比較小 所以他就是像廣播一樣 我就發一個訊息出去 那在同一個時間裡面有人收到的 他就收到 如果沒有收到的 就丟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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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會只發一個訊息 也不會 跟你確認說你有收到嗎 虛擬我在說後面的沒有 所以他的機制 比較單純 所以常常用在感測器的接收 比如說我就偵測 現在的天氣 溫度 濕度 然後我們的光線 光明的素質 那這些就是做收集 就做收集 他如果沒收集到 那就是LOS 好 那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啊 其實當然我們上次 有用過Webbit的線上版 就是這個層次本身 他也有MQTT 因為我們如果 在用Smart這邊 你要用到MQTT的功能 必須要怎樣 進到我們現在這個雲端平台 也就是你在體驗版 在模擬器沒有這個功能 那 如果是我們剛提到的 Webbit 這個編輯器 不管是安裝的版本 或者是線上版 或者像他現在最新的這個 Web AI 他現在最新的這個Web AI 他也有一個那個 線上版本 跟Webbit有一點像 大小 跟他差不多 像這樣 那他這個照片就是全彩的LED 全彩 所以 他的線上版本跟安裝設置 也都可以用所謂的MQTT 反正 這個是 大家幾乎現在 共通的 所以你要把 物聯網 做到比較 就是能夠多個裝置連在一起 幾乎大家都是選這個通訊協定 那要怎麼用呢 我們之前 有分享過 他可以在怎麼樣 協同裝置上面 有沒有 我可以多個裝置之間去 同步 那 也可以就是用在 單純的 好像類似那個 那個叫什麼 IRS 就是即時 反饋的一個 教學的 系統 就是說 你在教學現場 同學沒有問題 以前就是拿一個 紅外線發射器 你要舉手的GIZE 然後上面就會顯示出來 那個也是類似 好 那 現在呢 我們今天 要再把它往後面再延伸一點 也就是說我們要搭配App 好搭配App 我來接收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那把它變成所謂的 來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我們先看看 這裡 簡報的45頁這裡 你看 我們在手機上 像豪宅一樣 很多那個 家裡面的電燈啊什麼 他就是直接在手機 或是有一個 像平板一樣的 我就可以 哪一個燈要開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 你看這裡有溫度 有亮度 你可以開關燈 對不對 像這樣的資訊 製作威脅就在上面 那我們甚至上次 你看這個是 這個版本 然後我要做了另外一個版本 有沒有圖也可以改 都可以 那 這個呢 是用App裡面去做的 也就是我們今天是會請大家 你如果是人做一手力 沒問題吧 剛剛講的如果不行 你用模擬器的 也OK 那現在呢 有人把 這樣的 App 就 封開出來 所以我只要會接收 MQTT的 訊息 我就可以讓他變成視覺化顯示在上面 這個是他最大的優點 好所以 現在老師這樣有點概念了之後呢 我們先看看 MQTT的機目在哪裡 在這邊 在進階功能 你可以先找到 好在我們左手邊進階功能裡面 MQTT MQTT 比較好 這裡 他的機目不多 就這麼四個 那如果我們用他的 以Smart這邊來講 你用他內建的 就是 Web電話本身有一個內建的 MQTT server 他有封開對外 可以使用 別用掉 如果你用的是他的機目的話 他預設就會用他們自己的 那如果你自己架設或者外面也有一些免費的 MQTT伺服器 你有需要繼續申請的時候你可以直接指定我要用別人家的 這樣你OK 好所以 你看這樣就剩三個機目而已 有沒有 我 從我要發送訊息 要接收訊息 就這兩個 所以你應該可以很單純的知道 他的功能其實很單純 廣播 接收 就這樣 那如果有符合你條件的 你再收一下 沒有就丟掉 OK 那我們現在的話先來把那個App裝起來 好不好 把那個App裝起來 那那個App在哪裡呢 您看一下簡報的42頁 如果你在Google Play上面 你去把這個關鍵字 MQTT 其實大概會找到下面這些 找到下面這些的這個應用程式 那我們用的 主要是第一個 那我有試過 第五個 也蠻不錯的 而且第五個功能比較多 第一個是相對比較簡單 你在設定的時候比較容易 那第五個 功能 能夠呈現的非常多 但是你要使用可能 會 設定帳會比較 步驟比較多一點點 好 這樣OK嗎 所以老師您可以先把 看你 先裝第一個就好 我們如果有時間 你要試看看第二個 我等一下 再 給老師參考一下 原則上 第一個 應該可以 滿足我們大多數的需求 你裝完了之後 應該 有看到這個圖 對不對 你裝這個 那你把它點開 像這樣把它點開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有兩個 但是你們如果一開始進去是這裡都沒有 就是黑黑的 那你可以從上面這個加號 按下去 你就可以增加一個 好 這個的設定 來我先上一頁 我拿這個demo給你看 我這裡有兩個 這是smart的 那你可以來這邊 我來把它設定一下 按著不要放 編輯 你看 這個設定就是我剛剛提到在簡報47頁 那你要把它做這個設定的時候 最主要第一個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就是我們剛外面前世的 跟真正怎麼名稱沒關係 重點是 這裡是有伺服器的網址 這一台 就是什麼 WebDuno公開的 MQTT1 MQTT1 但重點是 Pore out 因為SERVER的Pore out 這是預設 所有的MQTT1的預設 除非你的要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你覺得 我要保密一下 那你可以改 然後呢 再往下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帳號跟密碼 因為他並不是密名的 所以呢 他有一個帳號密碼 帳號 是這個 密碼也是這個 OK 因為你現在是用別的裝置進來所以就要打比較完整的資訊 這個老師不用抄因為在簡報上面有 在簡報的第44頁那裡 44頁的下面 有沒有 我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這個是他公開的一個伺服器 那你今天在block裡面用的時候他都幫你預設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用的是其他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自己設定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那 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喔 在下面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叫 Cline ID 有沒有 這個 他必須是唯一的 那理論上他會自動滿強的 就抓一個數字 所以應該是不用改 除非你可以很肯定你改的名稱 獨一無二 好再來就是那個Size 就是他裡面那個 每一個功能的大小 那個圖的大小 預設是中間喔 那你要大一點小一點都可以 再往下面一點呢 就是 就是他這個數量 就是你可以安排的那個icon的數量 圖示的數量多少 這個我們就不用改 沒關係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請你先 把他的這個設定設好 然後按上面這裡的一個儲存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的基本設定這樣就完成了 你在外面就會看到你發光指定的名稱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好那好了之後呢你現在這個就可以點進去囉 點進去到你現在沒有東西 又是空白一遍對不對 有沒有感覺用這個App 永遠人生都是 喔喔喔 那你要增加就從上面這裡增加 有一個加號 按一下 他就問你 雖然這個App他本身提供的類型比較少 但是 這些應該還夠用 我們基本還夠用 來你看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他提供幾個類型 第一個 純文字的 比如說像我剛剛不是這個顯示我的現在的日期或時間 那個字就當然由文字來用 好那另外是開關型的 比如說我要按下去打開 按下去關閉 那是不是就屬於開關型 好那 我們用這個來對應老實就比較清楚 這樣 這裡 那我把 這樣來對應 好你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文字型 這個 就是開關型的 我把議類 再來 我這兩個 是不是都是一個範圍的 就是一個圓圈圈嘛 那你可以指定說我的數值是多少到多少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光明電阻是0到100 那我就指定這個區間 這樣轉一圈是0到100 所以呢 你的流明 多少 溫度多少 濕度多少 是不是用這種方式顯示 那這個多選題或圖片我想用到GOT比較少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用了其實就是這三個 這樣了解了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樣的基本概念 我們先來接收文字好了 好不好 時間就好了 因為日期大部分大家知道 時間我們把它接收起來 那怎麼接收呢 來試看看 你看喔 我們回到外面這邊 來回到我們剛剛這裡 回到我們的程式 好我想我這一段我用另外一個影片來錄好了 因為剛剛那個比較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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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